北冥有声 他跑出楼道口 避开了所有监控 原路返回 翻出小区后 陈哥回头看了一眼 监控没有拍到我 也没有留下指纹和血印 就算江明说漏了嘴 也没关系 他们根本找不到证据 拿出自己的手机 陈哥非常嚣张地 给还没有回家的江明 打了个视频电话 电话接通 视频里江明开着自己的车 脸色很差 陈哥 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好到 可以大晚上打视频电话的地步吧 我就在你们小区外面 有些东西 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凌晨一点多 你跑到我小区里读物 你疯了吗 江明的心情似乎很不好 陈哥语重心长地说道 多行不易闭自闭 白天我就想告诉你 你们在鬼屋里放神龛 引来了执念和残魂 他们第一个害的就是立神龛的人 你其实已经被顶上了 有东西藏在你的影子里 跟你回了家 你少在那吓唬我 我是在好心救你 视频中断 江明不耐烦地挂断了 看着黑屏的手机 诚哥一点也不着急 就站在小区门口等江明 他布置的这个局 还有最后一个漏洞 那就是仍在江明手机里的彤彤 彤彤这次立了大功 要好好表演一下 诚哥拿着手机建立了一个新的社区账号 嘴角含笑 半个小时后 江明开车回到了小区 看见他过来 诚哥直接贴着包走到了路中间 用身体拦住了路 你找死啊 江明按了几下喇叭 他心里十分烦躁 这一晚上 他从市区跑到了东郊 然后又跑到了西郊 绕了这么一大圈 什么都没干 还莫名其妙被江郊骂了个狗血淋头 诚哥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你记住自己现在恶劣的态度 过短时间 你一定会过来求我的 你们鬼屋的神看 邪性深重 敬拜的根本不是神 我在最后警告你一次 立刻拆了它 否则你和你的家人都会受到连累 江明真的烦透了 让开 诚哥打开了自己刚刚注册好的社交账号 ID名则就叫做还院师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如果你在某天晚上 看见你家里出现异常 立刻跟这个人联系 他能够帮你 诚哥态度坚定 江明见他一副不佳好友就不让开的架势 无奈之下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满意了吧 瞳孔缩小 诚哥看见彤彤回到了自己手机里之后 点了点头 人在做天在看 你好似为之吧 收起手机 诚哥单手提着背包快速离开 他真怕自己走得慢了 憋不住会笑出来 诚哥在安静的大街上走了十几分钟 诚哥城市里好像就他一个人 那种感觉很放松 湘明已经排除 明他的实力也被削减 今夜收获还算不错 今夜过去以后 我就只剩下六个亿万 算算时间应该足够了 从江明的门后世界出来后 诚哥没有那么担心了 他把手伸向了背包 拿出的那个多年前丢失的木质玩具 他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画 自己坐在地上独自玩的时候 影子就站在身后看着 我还有关于这个玩具的记忆 影子可能也有 他会不会很早以前 就想杀了我 诚哥将玩具收好 他总觉得这东西以后还能用上 刚拉上背包的拉索 诚哥自己的手机就响了 他一看来电显示发现是江明打来的 有事吗 目的达成 手机轨已经回来 诚哥现在没有任何顾虑 是这样的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你的话 觉得有些道理 你态度怎么突然就变了 江明压低了声音 我到家之后问了我的儿子 他反应很奇怪 用手笔划了半天 我才明白他的意思 有人来过我家 我就知道 你会看看你家床底下 衣柜 卫生间门口 说不定 他还没有走 诚哥声音严肃 嘴角却轻轻上扬 江明很不喜欢跟诚哥说话 现在是硬着头皮在询问诚哥 我已经看过了 屋子里没有人 也没丢东西 诚哥停顿了一会儿 就像是在认真思考一样 没丢东西 那说明不是贼 这反而是个不好的兆头 因为那些东西 要的是命 要命 江明似乎想起了什么 陷入沉默 一直没有再说话了 小孩有时候 能看到大人看不见的东西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如果你真的遇到了难以解决的事情 就去找那个还原室 多求求人家 说不定 人家会给你指一条路 诚哥挂断了电话 他打车回到了新世纪乐云 进入鬼屋地下场景 诚哥主动找来的那几位医生 有人认识 比较靠谱的耳科医生吗 能做人工耳窝手术的 魏医生逃离满天下 又带给了诚哥一个惊喜 我有个学生是这方面的专家 不过我们很久没有见过面了 你问这个干嘛呀 诚哥将江明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训酒烂赌的父亲 先天聋哑的母亲 江明的遭遇 也让老爷子颇为同情 我那个学生 应该在辛亥某家医院工作 水平绝对没问题 你可以提前预约他一下 老爷子 咱们这关系 好像预约吗 要不你晚上 给他托个梦 诚哥害怕为一声吵他 赶紧补充道 孩子的情况 确实困难 又被凶婶盯上了 所以我准备 自己套钱帮他治疗 可你也知道 耳朵手术那么贵 咱们家也不富裕 我都二十好几了 没车没房 天天还睡鬼屋里 说出去 我都怕有人笑话我 诚哥擦了擦红肿的眼眶 这个月 我本来是想要攒钱 给自己买辆电动车的 可谁知道 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给我本就拮据的生活 雪上加霜了 魏老爷子揉着太阳穴 哎呀好了好了 我帮你还不行吗 多梦这个有难度 你可以先跟他联系 报我的名字 那孩子大学前两年 是我资助的 他肯定会帮你 但你也不能让人家 太吃亏了 好的 向魏医生道谢之后 诚哥回到了员工休息室 倒头就睡 他要抓紧时间休息 明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第二天早上七点 诚哥准时起床 洗了个凉水澡后 他换了一身看起来还算不错的衣服 等到员工来上班 诚哥在化妆间一边给大家化妆 一边简单地开了个早会 确定各个场景都正常运转后 诚哥再次贴着背包离开了新世纪乐园 坐上出租车 诚哥卡着时间给李正打了个电话 询问了一下贾民的情况 李正现在已经习惯了诚哥的电话 跟上班拿卡一样 他告诉诚哥 抓捕行动就在今天 不过具体的时间和地址 他没有告诉诚哥 诚哥也没有为难李正 其实他对寒江警方还是很有信心的 十几分钟后 诚哥到达了目的地 眼前是一片低矮破旧的公寓楼 这里就是老太太告诉诚哥的地址 也是江民以前生活的地方 真正到了以后 诚哥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范玉和他姑姑最开始也生活在这里 诚哥在几个月前就来过这里一次 老承区一直要说拆迁 拆了一小半却挺工了 这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对现在基本上 只需宝贝 如果不放棄 达养 처� exchange blas